大家好,我們今天來和大家分享一下 燈粉的基本入門是給新手的 如果你是新手的話就可以繼續看下去 如果你是高手的話可以跳過 好,我們現在拿起相機 第一步就有條繩,最好用手繩 這樣就不會把相機掉了 相機是比較貴的 跌了就比較貴 然後相機,大多數的朋友說攝影時 光圈、快門和減光度 這三種東西 現在拿一個震身之寶出來給大家看 這個鏡頭都算是古董 光圈就是這樣的 22、16、11、8、5.6、4、2.8 你們可以看到它的2.8是這麼大的光圈 這麼大的光圈,這樣放進鏡頭裡 就像你上機的2.8、2.8 它看到這麼大的光圈 那麼它入光就多些 入光量多些,暗的光線就需要大光圈 還有大光圈是可以發背景而用的 那你日頭或者光線強一點 那你換個5.6的光圈 你看到它那個光圈就是小一點 這個就是光圈了 光圈就是它越大 它厚越大 它就... 入光量就越多 然後還有一個特點 就是它的光圈大會虛化背景 但是燈粉其實有一個好玩的就是虛化背景 現在跟大家說個快門了 快門就像相機這個門一樣 你按一下 它又咔嚓一箱響的了 這樣這裡慢一點的 它就會... 如果一個慢的快門 它會咔嚓這樣 久一點 這個就是二十分之一秒 十分之一秒 如果去到一百分之一秒 它就會這樣 咔嚓就很快的了 然後 如果去引上那些 足球 或者一些高速移動的東西 它的速度要快一點了 那就要咔嚓的了 這樣一般呢 就... 八六分之一秒 那已經是足夠的了 就不會蒙了 那張照片了 那現在開到慢的快門就是這樣 這個呢 現在就是單反那個快門的了 ISO呢 就在這個位置這裡 五百這裡了 那麼ISO呢 你就... 簡單一點點說 那麼你就... 一百呢 畫質呢 就會... 漂亮些 那麼去到... 嗯... 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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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呢 都... 5D3那個呢 都還OK 如果它收3200的ISO 它就... 嗯... 張照片 很多 噪點了 那你就記住一個呢 就... 一百的ISO 張照片的噪點 沒有那麼多 ISO越大 這個噪點越多 這個就是ISO了 1 1 2 1 2 2 1 2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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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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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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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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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